熊和的李國輝久死的這個縱火案件 然後法院好像是判決說從死刑變成無期徒刑 那侯友宜是說他覺得法院離人民越來越遠 他的態度好像比較贊成死刑 那請教主席的看法 這個喔 這個問題已經討論太多次了 就是廢死的問題 死刑到底要不要廢掉 這是這樣啦 台灣所有的公共政策 會完全偏一項 偏一邊的就是維持死刑制度 這個從以前到現在 你知道 支持度我印象中沒有低過80% 就是你認為要維持死刑 還是要廢除死刑 這個支持維持死刑的在整個台灣社會的民調支持度 大概都在80%以上 但是這樣啦 我也知道歐美國家 你知道 特別是北歐西一直對 透過那個 像國際特色組織 人權組織 一直對台灣政府有施壓 那這個就是這樣啦 這是一個 從那個漢高祖 劉邦進關中 與民約法三章開始 這個殺人則死 這個2000年的文化 一下子要改變也不是很容易 但是這樣啦 你問我態度啦 我態度是這樣 如果真的要廢除死刑 那就要配套措施 比方說真正是忠贈監 或什麼 我常說 有時候這個叫民族的文化 或是一個國家的文化 這個就是李光耀在講亞洲價值的時候的論點 他說 你不要完全用西方文化的標準來看我們 我知道維持死刑在台灣是有很高的支持度 第二點 我也知道這是來自文化 文化的繼承 我也知道這個在國際上其他國家不太喜歡 至於怎麼做 你知道 我倒覺得這樣 如果折衷就是要配套措施 你要廢除死刑 那可以 那就要終身監禁 你不要廢除死刑 變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又 刑期滿15年就放出來 還是有些問題 要嘛就 如果法務部對這個有特別的意見 他乾脆就一套給他做出來